这说到蒙田呀 大家首先想到的英雄 那就是狂铁和八戒 但有这样一个英雄 我个人认为比狂铁八戒更好用 那就是杨简 我这里说的可不只是杨简大招的灰雪哦 很多人不知道杨简的一技能是百分百狗盗敌人的生号 所以说可以完全无视蒙田的正面 是不会被减速的 等他虚拟结束二戒能运作 这个时候我开大招 你说他开不开大 他开大招只会被我回满血 不开大也是被我轻松太早 你玩狂铁或者是八戒 也只有在蒙田开大的时候能把它当成个充电宝对不对 但要是蒙田不开大 八戒狂铁都是很难突破他那个正面防线的 但杨简不同啊 一戒能直接狗到身后 二戒能趁他蓄力的那个空挡器把他晕住 就能打到他的身后 无视正面防御 完成击杀 那蒙天要是开大了 大家都一样啊 三十不必多说 我现在是半管鞋 一个激光回半管 一个激光再回半管 你看这个回血量兄弟们 总之呀 我个人认为 杨简打蒙田 不管他开大不开大 都好的 下面从头开始教学啊 一级蒙天都是要抢线的嘛 等他蓄力结束这个空挡 直接给他晕住 蒙天一级没法转线的 我们就在他后面疯狂的摆飘他 你看这个蒙田啊 抢线还不好好抢 老想捅我一下 我是不会给他机会的 等他意识到不对的时候已经晚了 这个时候就算他闪线跑 我机跑一开也是能追上他的 43秒一些啊 没什么问题 可恶 被后仪抢线了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朋友问了 啊 要是蒙天一级不抢线怎么办呢 首先蒙天一级就怂的概率很低 就算他真的不抢线 那我们就抢线 然后拿和谐去呗 对吧 如果正常打的话 那就是现在这样 我和蒙天都是三级 你看 我来回走位 他根本就捅不到我的 等他蓄力要结束的时候 狗过去 趁这个空挡直接给他晕住 又是在后面晕住 掰嫖了他一套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这个蒙天他不是很会玩啊 但是打蒙天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是吧 再狗到他身后去 躲他的锁 晕住 轻松抬走 这些视频的素材都是前几天直播的时候打的 那时的蒙天还没有血肉 所以大家用我这个思路兑现呀 相同水平下 蒙天肯定会被你压制 传送到下路去支援一手 来 你想干什么 哇靠 你怎么干的呀 满血就是斩杀线 你还敢过来平一下 回到线上 七一打五级 还拿了个红buff 等他蓄力结束 狗到他身后去 再结束 晕住 就很轻松 你知道吗 轻松抬走 哎 抬走 哎呀 我被他侥幸逃过一劫啊 放他一马 哎呦 你还A闪 我直接 哎哎哎呀 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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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浪啊 他A闪的时候 我就应该意识到无妙直接跑的 总之呀 杨姐打蒙天 反正对线就是这么一个技巧啊 把他狗住 等他蓄力结束 或者是蓄力中的时候都可以 你都可以勾到他身后去 对吧 不要着急 没机会就再绕一圈 蒙天肯定是打不过你的 哦 蒙天开大了 看眼小地图 懒死了 高剑离在中路 射斧在下路 那没有什么可怕的哈 就给大家展示一波 挥血能力 先让他捅成慢血 一个尿尿激光 再捅我 再一个尿尿激光 再捅我 还是一个尿尿激光 哈哈 直接回满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不管他开大不开大 都能打得过 这就是杨姐 你看这蒙天就很绝望 只能 问题不大 反正这个 大家学会了就好了 是吧 我的教训目的已经达成了 出装方面还是肉装 打蒙天真的很从容 呼 上来了 那这个蒙天肯定是没了 退盖他 蓝来了 不要慌 下二斤的晕住 啊 没晕上啊 开启急跑 先撤出来 冰线来了 哈哈 天助我也 这就是肉装的好处啊 高剑离也来了 那个把他俩全反杀了啊 这个没什么好看的 那就直接上高地吧 对面肯定会冲这个后翼 我只需要在这等着晕人就可以了 看好了 你看 我就知道对面会冲后翼 直接我拦住了五个 五个人中间尿尿激光灰血 你看我这个灰血 怎么双c死光了 什么时候死的 我感觉我这个打法思路没问题 怎么还是打输了 看来保护意识行不通了 我接过去切塞 这把全是手装只有一个黑切 但是你看我这个伤害 配合墨子 直接在做两人 机器公主开干扰了 不过没有关系 我有机跑啊 学恋有点残 蒙田我得先绕一圈 对面只剩一个蒙田了 这把终究还是大局一定 蒙田开大了没有啊 啊哈 开大了 我来了 回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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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回满 这刚才也说了 素材打的都是蒙田削弱之前的 这削弱之后的蒙田 杨坚打他那是更好打了 所以以后见到蒙田啊 就不要老是狂铁八戒了 对不对 也给他换个风格 那杨坚来克制一收 两万种店员就是这 biber家 然后就做家资 caso的но特性让人猜铁 12月17日 我们 clean 双坡美业和课题 就像 Twitter 一样健康